你 你们干什么 向你借点钱花花 好说 好说 我给你们拿啊 你 借钱我给你啊 要想给 借钱那五千块 借钱那 哥这人 别打别打 住住 你干嘛你啊 好 找打是吧 打 坐你车 给我小心点以后 走 走 走了 张哥 没事吧 张哥 刘兄 幸亏你来了 不然 非让他们打死我不行 是啊 行 张哥别说这些 快点 上我车 上医院快 上医院 张哥 没事了吧 谢谢你啊 你 你是让我说什么好啊 今天 要不是遇上你 我非让他们给我打死啊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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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的 不会的 兄弟啊 从今天开始 你我就是亲哥们儿了 亲哥们儿 对了 你托我办了那个什么 徒弟批文的事 我马上就找我哥哥去 我非让他给你办了 不是 张哥 张哥 不是 不是 您说这话就见外了 真的 张哥 张哥 没有您 就没有我的今天 真的 兄弟 谢谢你啊 谢谢你 以后有什么事您就找我 不说外话啊 张哥休息 等 等 等 谢谢兄弟啊 好 来 东哥 我们这票干得漂亮吧 行了 老规矩 老价钱 少不了你的啊 那是 那是 我们都懂你 东哥 不过话说回来了 你这次带这票人啊 太不专业 下手应该再狠点啊 我 我们再狠点 我一 我说的是打我 爸爸 爸爸 家家回来了 季山 你就住这儿 先落下脚再说 马哥 你的员工每一个都住这种房间吗 这也就是我摁下来两间 那间我自个儿住 这间也就奇了怪了啊 你说那么多人来要 我就是没松口 我也说不出来为什么 今儿一看见你 我明白了 感情这是天意啊 这房子 就是给兄弟弟留着的 谢谢马哥 见外 来 季山啊 你这左一个谢谢 右一个谢谢的 咱俩这种教育 不用谢 你马哥我能替你做的事 也就是这些了 马哥 实话实说 要不是你的话 可能 过两天我就流落街头了 季山 你可别这么说 你就是遇不到我 你也不会流落街头的 否则你不是唐季山 我唐季山 我是平常人 该倒霉倒霉 该是穷光蛋 就是穷光蛋 我说兄弟 你怎么这么说话啊 这可不像你啊 我问你 人在外边闯 谁没走过夜路 谁没摔过跟头 这不是很平常的事情吗 你信我的话 我给你发个誓 你唐季山早晚有一天 还会东山再起的 我东山再起 你发那门子的事 东山再起 我得先找找东啊 东 对了 那咱们就先去找袁卫东 那个人要真是袁卫东的话 我想他会帮你的 十年了 要真是他的话 也不一定是什么样 我说兄弟啊 你这是怎么了 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没怎么 人大了 心气变了 你这句话我就不爱听 什么叫人大了 心气又变了 你再看看我马云涛 当年在江水呢 也是叱咤风云的 从南到北从东到西 谁不认识我 谁不知道我 局子里我也敬过 不是吧 都四十好几个 你再看看我现在 人就得这么活着 遇到坎儿咱迈过去 遇到坑才绕着走 你说兄弟 给自己找一个新活法 难不难 难 但是你说这事简不简单 其实也很简单 就跟下盘棋一样 大不了咱再来一盘 是不是 行了 季晨 我也不在这儿 跟你叙叙叨叨了 你今天晚上 踏踏实实在这儿睡一觉 明天我去队里给你派活 对了 这次这个保安 你也得给我当好了 就像当年卖鞋一样 你啊 过两天 没准又是那个 隋州里的唐大膽了 可以让洗澡吗 能呢 来看看 对了 好好洗个澡 明天咱精静深深的去会那个袁某人 一会儿会有媒体要来采访袁总 我希望你们好好招待他 你是做策划的吧 你的企业内刊我看过 我们公司的内刊在城里城外都有流动 我觉得那样弄不太好 袁总以前也没有说过什么 一会儿不要赶着发给媒体 你是做会展的 是的 我给了你三天的时间 怎么还没有报告电话 是这样 我正在协调 进度要随时报告 有什么要及时说出来 这是一个会展人的基本素质 你难道不知道吗 梁小姐 任何人都有自己的工作方式 和工作习惯 我想这一点你应该明白 这个是你上年两个季度的工作业绩 你看一下那些空白的地方 你都在做什么 工作方式和习惯千差万别 但是最高的目标就是要完成指示 公司大了是好事 但是浑水摸鱼就是坏事了 袁总 韩元 我发现你这儿视线很好啊 我这儿好久没来这办公室了 袁总心情不错 有闲静意志 来我这里欣赏风景 没有 只要是给你拿点东西 谢谢 这都是底神孝敬我的一些什么 冰片啊 燕窝啊 什么银耿啊 西洋深之类的 很好的东西 当然了 是对你们女生来说 工作的时候泡点水喝 不容易变老 谢谢袁总 干嘛那么客气 那是公司的女同事都有 还是就我一个人有啊 要是我的一帮朋友啊 能给我进贡机卡车的话 我估计全省的女人都会有了 是不是特别冷啊 对了 我想问你们这些漂亮的女生 是不是都这样 只要别人对你稍微好一点 然后你们马上就警惕起来 看来 袁总常跟美女打交道 算是吧 但是 我还从来没有跟一个 既漂亮又聪明的女人打过交道 所以 还不太得心应手 好了 说一下 我走了 我们的本意 就是让本省更多的新兴企业 共同来关注慈善事业 这也算是对社会那种回馈 那请问袁总 那么您对别人所提出的炒作之说 又是怎么看的呢 这个问题 我觉得你提这个问题啊 略显幼稚 我愿意领这个头 只要能让社会各界 更多地关注慈善事业 只要能够达到我们的目的 只要我们的出发点是善良的 别人怎么说 我不会在乎 谢谢您 袁总 来 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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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看着说人没有 没有 里边的会马上就开始了 要不然你去会场看看吧 我在这儿替一会儿 我在这儿替一会儿 各位尊贵的来宾 各位朋友 大家晚上好 众所周知呢 今晚大商公司的慈善晚宴 可谓聚集了所有的本省新贵和名流 我非常明白 大家不仅仅是想给大商公司捧场 更多的是一种心系慈善的愿望 可是有一个人你们不得不用掌声给他捧场 因为他是我们的领头人 我们有请大商公司的董事长 云威东先生 先生们 女士们 大家晚上好 首先 我非常高兴 大家能够在百忙当中抽出时间 来参加我们大商集团举办的这个慈善晚宴 慈善 公益 一直是我们大商集团秉承已久的传统 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天 多多献出你们的爱心 谢谢 谢谢袁董事长的精彩致词 为了这次盛会 主办方也做了一个别出心裁的规定 就是请所有与会的企业家 带上他们的家卷 让我们有请这些协内助 当然 首先请出的是 袁卫东董事长的夫人 她就是省歌舞团的著名歌手 曾经有小山口百会支撑的 潘居云女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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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总 这次协家阵的提议 听说还是您首先响应的 今年才让我们听 爱的轮回 是前世前你能回 爱的轮回 是情难割舍的追悔 爱的轮回 是今日冲锋的回 无怨无悔 这里面的故事还让 欢迎给大家介绍吧 谢谢大家 各位嘉宾晚上好 作为袁总的太太 我就是照顾好家 让她安心宫 说一句话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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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请问我们袁太太 作为贤内助 您是怎么看待 袁卫东先生 对慈善事业的付出呢 是啊是啊 跟我们讲讲话 袁太太好像 不太习惯这个称呼 我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是啊是啊 对不起 因为 因为我太太 这么多年一直在家里 做贤内助 很久没有上台 今天呢有些紧张 嗯 季晨 我刚才看见那个人 真是袁卫东 那潘芝云也在里边了 他俩结婚了 我记得潘芝云不是喜欢你吗 这事 哎 你这儿去哪儿了 我不知道 我去溜达去 不是 兄弟 你听我一句 啊 人家现在俩人在一块 不是挺好的吗 你委屈不了吗 不是 是挺好啊 我没说什么呀 他们俩就应该结婚 他俩挺好 挺幸福的 真的没什么 他结婚应该去看看我去 我在里面待十年 我觉得 他们俩一块去看看我去 我觉得他们俩挺幸福的 袁卫东应该去看看我 他不去的话 他对我有误会到 我觉得小云也应该去看看我 十年 他应该去看看我 他不看看我 他应该去看看我妈 对吧 兄弟你听我一句 人家 袁卫东现在是大老板 他的公司在省城呢 也是数一数二的 是 小云跟着他 那没愧痴 人家也算找着幸福了 不是吗 是 我这么全你理解了吧 我理解 真的应该挺幸福的 我刚才走什么 我应该去 去跟他们俩打一招 你干嘛去 我去跟他们俩打一招 我去跟他们俩说说话 不行 你清我的 我真的想跟他们 我去问问他 瑞明 瑞明是不是死了 瑞明还在不在 好 兄弟啊 好 冷静一下 好 这事我需要冷静 好 妈妈 爸爸 爸 家江 妈妈回来了 家江 想不想帮忙 想帮忙了没有 嗯 玩了好 家江 怎么就你一人在家 那小张老师呢 他九点钟下班了 九点钟就走了 谁让他走的呀 怕人家姓张电话多少好 反了天了他很 他给我发过短信 是我跟他说让他走的 明天人家要考试 对的对的 小张姐姐明天要考试 明天上午下午都要考试呢 他今天很焦虑啊 呀 我们的小佳佳还懂什么叫焦虑呢 韩志云 嗯 韩志云我跟你说事呢 你凭什么让他走啊 啊 叫他把孩子一扔家 万一出点事谁负责 你吼什么吼啊 咱们九点散场 现在几点 刚才不是进门的时候 看才九点二十吗 什么叫才九点二十 二十分钟怎么 二十分钟能出多少事 你知道吗 你怎么管的孩子呀 我怎么管孩子 你管得着吗 你问过孩子 你管过孩子吗 再说了 你家家现在都那么大了 七岁了 他要上国际学校的话 也得住宿 现在不让他提前锻炼锻炼的 我不管什么锻炼不锻炼 你要锻炼的话 明天暑假锻炼啊 你现在锻炼什么呀 我告诉你 潘志云你 你以后你少给我出门 出门给我丢人 还不如再给我带孩子 说什么呢你 你当我是你什么人哪 我是你的用人哪 保姆啊 怎么着不愿意干呀 好了 一回家就知道吵架 反不反啊 好了 佳佳 爸爸妈妈错了 不吵架了 是爸爸的错 我和妈妈是女生 你是男生 男生不许欺负女生 好好好 听佳佳的 好了 佳佳 咱们回去睡觉 好不好 走 走 你觉得是她吗 是 你说这也是 你说 这么多年没有阴信了 突然 我记得当初不是 判了十二年吗 十二年和十年有什么区别吗 你说这 提前释放释放吧 对吧 你不踏踏实在江水待着陪着老娘 非跑省城来干什么 吴一东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这提起姬姑姑 我心里真的挺难受的 以前吧 我一想到我哥那样 我就特别生唐济山的气 就后来怀孕生孩子 再时间长一点 我都觉得不好意思过去看他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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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应该是故意做的 他有可能是为了挣更多的钱 给大家一个惊喜 如果你们当时不呛着的话 他可能也不会隐瞒你 你说咱们认识唐记山那么长时间了 他是什么样咱们应该了解的 他做人做事 一向都是光明磊落的 当初谁指天咒地的说 都是因为他才把你哥害成那样了 谁恨他恨得咬牙切齿 连名都不能提的 不是怎么着 今儿刚看着一背影 你就替他说上话了 什么情况啊 可能 这都是命运捉弄人吧 对 真是命啊 我发现你们俩真是有缘分 你这八百年不出去一回 猛然间一出去还真能碰上他 是不是 不是怀念从前了 你说什么呢你 你说这话有意思吗 我就是现在怀念从前 你在意吗 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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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那些老话这了那 不是怎么着呀 有劲吗 你说到老夫老妻结婚这么多年了 这孩子这么大了干嘛呀 还想像小年轻人谈恋爱上呢 我现在供你吃供你穿供你喝 想买什么买什么 爱上班上班不爱上班跟家待着 你还想怎么着呀 我不想跟你吵架 咱们现在说的是唐济山的问题 谁跟你谈的问题 你面儿开会 你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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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t romance 问他 No 你好 有什么事吗 我想见你们袁总 你有预约吗 没有 我叫唐济山 你跟他说一下就可以 我在这儿等他 对不起先生 我们袁总有招待过 没有预约的客人 他不会见 我不是求人办事的 要不你 你给他打一个电话 可以吗 这样吧先生 您拿你手机 给他手机打个电话 看看他方不方便见您 我们公司有规定 我不能问 我没有手机 他的那个 那就请您回吧 不好意思 你怎么坐这儿啊 我在这儿坐会儿 这不能坐 我坐着等他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不妨碍你工作 好 选择你不听 非得叫板凳才走了 不用我接受保安 你是不是有病啊 还不走 杨洁 你怎么这么跟方客说话呀 你再说别人有病 我第一个吵的就是你 你怎么在这儿 哦 我 我 我要见一下袁卫东 我没有预约 你可以帮我问一句吗 名字 唐济山 来访室友 这个 没 没必要跟你说吧 我直接跟袁卫东 说就可以了 那我就跟袁总汇报说 唐济山来找他 室友是 无可奉告 没错 谢谢 在这儿等一会儿 袁总 有事吗 门口有一个叫唐济山的人 想见你 袁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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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 你带他去大会议室 好吗 好 等等 袁云 那个 等我们谈话的时候呢 你在门口 帮着看一下 不要让人过来打扰我们 好吗 没问题 这就叫我回来 好吗 我是你 你好 victory 我说的是你 好吗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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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个 坐 这些年 辛苦了 瑞敏还在吗 在 就是 一直没醒 一直都没醒 还会醒吗 大夫说 恐怕很难 但这些年 我一直在想办法 你也辛苦了 瑞敏 你相信我吗 就是你相信 瑞敏他干的这件事 我和你一样 一点都不知道吗 他伪造了我的前名 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学的 还真挺像的 我当时看了 我都怀疑我是不是真的做了 你的意思是说 这件事你是无辜的 你帮助民把罪给顶了 是吗 瑞敏 你可以不相信我 我在里面待了十年 刚开始的时候 还有各种各样的想法 后来 就磨平了 我 也不想求什么人 相信 但是 我 我想跟你说 我如果不说的话 我心里过不去 没错 我是替瑞敏 顶了罪 再说了我是法人 我 这个事我也脱不了干系 再说瑞敏他已经都那样了 还有 我知道警察一定也会在找你 我认罪了 你也就没事了 还有小云 我也不想 有她再有那么多的骚扰 我信 我信你 你这十年都没去看我一次 我就说这么几句话 问你凭什么信我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当年我 得着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人吓傻了 我整个我脑子反不过闷来 我不相信你们哥俩能干出这种事来 可你知道吗 当时公司来了多少债主 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 对吧 我不是那个冤的我也不是欠债的 换你你怎么办 我只能躲 我希望这风筒能够快点过去 我也需要时间 老师吧 你需要时间来消化我的这种行为 要不然你也不会 断绝跟我的联系 就是这样 我想你当时 肯定特别恨我吧 想当初我们三个人 在一块的时候 你得建议我一次次的否决 你心里肯定想 没想到这小子 背地里 玩阴的 对不对 别说了 别说了 真的 过去的事 不提了 知道吗 今天你一来 我看到你 你一张嘴我就愿意相信 当年那个事是三 一直糊涂 大哥 这些年 也太不容易了 这么些年 我一直误会你这么多年 对不起 对不起 你看这样好不好 你来我公司咱们一起干 我这公司一半都是你的 算是我对你的补偿 对不起 别动 有你刚才这句话 我止了 你这 就是闯下这么一大片江山 我无功不收录 还有 我今天还看见小云了 你对她照顾得挺好的 我们 我祝福你们 你们结婚多长时间了 有孩子了吧 结了 八九年了 有个女儿 七岁 七岁了 大哥 你别 你知道吗 小云那时候什么都没了 我刚回来的时候我就看着 他对着个半死不落活的哥哥 小云不说了 我懂 从小到大 你对小云的感情 我懂 哥 大哥 你 大哥 你看 你这样好不好 如果说你不愿意 来我公司的话呢 你 你需要什么 你掌口 你掌我 我给你准备一笔钱 然后呢 在江水给你 安倍一个工作 这样你照顾妈妈还方便 还能 从头再来 东山再起 给你 给你俩的 我 我还是暂时想留在省城 我在 老里边待了十年 我这一出来 一看 她什么都不懂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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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想回江水 我怕我这个样子 老太太看见我了 再召集上火 我想 让我缓缓 行吗 我 我 你看看 就你这儿能不能 给我 让我打一份工 就你 你这儿 看缺什么 缺司机嘛 司机 你 倒是前些日子 想招一个司机队长 那 大哥 不行 我不能让你干这个 你这样 我能跟董事后商量一下 行 行 行 能干 我能干这个 我就干这个 他委屈你了 大哥 不 不 不 那个 就想问一下 这 有宿舍吗 有 那就行 好吧 还有 我再问一下那个 瑞敏 他现在在哪儿呢 哥 你看你一点都没老 可是我已经老了 你也不知道你醒过来之后 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 会不会吓一跳呢 哥 跟你说件事儿了 把你害成现在这个样子的那个人 他回来了 对 第三页的 第三页的第四条 你再重新给我查一下 对 好的 好 不说了 我有外线 好 再见 喂 喂 东哥 哎 风哥 哎 那事办妥了 谢谢哥啊 嗨 客气什么呀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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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的 应该的 哎 今儿晚上花样酒店 我做东啊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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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用 哎 咱那几个发小可都来了 都等着你呢 哦 都来了 可不吗 行 行 行 那这么着 这么着 我那个稍晚点 好不好 因为晚上还有点事儿 我这边玩了以后我过去 好吗 好 你一定上官啊 行行 老地儿 好嘞 好 好 我知道 那就这么定了 那我去医生打电话啊 好嘞 好 好好好 再见哥 好 好 来 尹果 你 你看 来 海 来 我 Vou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